今天中午就下班了 嗯 先换个好看点的滤镜拍一下脸 不去下个馆子都对不起这么早的下班时间 我叫王哥出来吃饭吧 王哥 王哥 出来吃饭 来了 来了 他正在一家精品店里面 实戴一副墨镜 嗯 好看好看 然后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 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饭店 外面突然下大雨了 我们两个都没有带伞 王哥看着窗外的雨 之后很忧伤地吃了一口饭 治市地就像一个闹鸡慌的人 我已经饿了三个小时了 下了餐怎么办 那说要很瘦的呢 我之前有去检查过 我当医院我不知道 要刮哪颗 我连精神科都挂了 我怀死精神了 你就是 有一只野猪在控制你的大脑 然后我又去挂科技检查 拍片什么的就把它检查 他说不是 就是蠢子 单子有三张 你加了三次 而且在短短半小时之内 拿起来 这饺子还好 这饺子真还好 你要不要尝尝 真的好吃 我不是鸡皮 我不是皮 为什么 我原来举那个例子 今天有没有人不吃 你 我不吃的都是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就是不吃的 吃完饭 他说还想吃点甜品 他揉着三个月大的肚子 买了一块焦糖蛋糕 王哥说他在抗糖 所以他只能吃小小的一口 他切了一小口 然后 嗯 吃掉了 啊 太好吃了 赶紧关上 不能再吃了口罩戴上 然后蛋糕就被没收了 接下来 我们要去唱歌了 小星星月光光 多少浪漫的爱一种 记得当初一动我懂 却如流沉马如梦 美美的床 我设计是个美美的床 我仰慌在舞池中央 我从天台的你身上 一遍的脸就一遍的脸 线丑了 线丑了 小红声